我是上展設計的總監吳啟明 其实其实它是这一个设计的风格 我们会希望就是用一些古典的元素 配合一些现代家具 就会有一些这种新旧 而且这种跨世纪跟跨风格这种新古典 我们希望能够让它呈现一个 非常现代新式古典的一个做法 我常常会从一些旅游中得到一些灵感 就像说我们在呈现这个案子 我就忽然会想到我去纽约 它那个一个六星级的饭店 它用一些比较现代 在一个SOHO有点颓废的这种氛围之下 创造出来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对比 我是9号设计的设计总监李东燦 得奖的作品名称叫储窗里的房子 它是一个接待中心 就是样品屋 两个店面都只有各30平的面积 那这么小的面积 一个要做接待中心 一个要做样板房 所以在视觉的操作上 怎么样让人家在这么小的一个量体里面 很快地看到这个建筑物 然后去感受这个建筑物 对这个建筑物产生好奇 我想这是商业设计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概念 就是我们用同样的工法 物格栅数位运算之后 去呈现这整个空间 所有的东西都融合在这样子的工法里面 意象上就是一个远古人居住的窑洞的感觉 我们在探讨人的最原始的居住的本质 我是林振伟 我是大雄设计的设计总监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其实每年去参加不同的一个国内外来奖项是蛮重要 当代上林这个案子 其实是我们得到德国IF大奖的一个住宅空间 这住宅空间很有趣 就是我们希望说带入一点东方内敛人文的一种感觉 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用了比较神秘的光线 跟有一些石头跟砖头的韵味这样 可是在整个空间的流动架构 我们都希望说是用比较西方的 它是有一点像是一种loft的感觉 它有一点像是比较西方的一种流通的一种空间感 所以我们试图让这两个东西 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产生一个对话 我是静观设计执行总监苏炯河 文甲行女它位于在龙山寺旁边 新的建筑和龙山寺怎么做一个融合的感觉 透过我们玻璃窗一些设计的理念 以那个穿越时间的想法来做 从窗户的分割来看待说历史文化 和现代人文的一些想法的理念 外观的部分我们是重新定义开窗的位置 还有尺寸大小 让每个旅客来到这边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不同楼层的时候 看到龙山寺的不同的角度 到顶楼可以感受到龙山寺整个全貌 我是天空元素的设计总监陈赫源 得奖其实就只是给自己人生有一个交代 然后证明说自己可以做到 坚持的点造型上面还有色彩应用上面 我会回去强化自己 然后不断地去创新跟创造 我本身我不太喜欢看装修装潢的书籍 我反而比较喜欢亲近大自然 喜欢看生物 现在的设计里面 它的仿生的那种感觉已经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的灵感大部分来自于大自然 我会把自己看得更广泛一点 应该是说任何所有设计的讯息 我都会去接受它跟吸收它这样子 我已会温柔和好 我提供地的那种感觉